其实在中国本土教练在单独教练同时呢还有一些外籍助理教练 这整个团队工作做的也是协调的也非常成功 对鲁能之前有一个这个理疗师已经在鲁能工作十年以上 对 不错呢就展现出来的这种包容对吧 对 以便你是一个外国人来中国之后 依然是可以享受很好的待遇和福利 靠自己的努力去谋的一份不错 一个登场要举起冠军奖杯 很悲人 今天虽然只打了半场比赛 但是整个赛季浩俊明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 来 来我们现场的一把气氛再次点燃准备捆备食就好 我们请出颁奖嘉宾中国族协主席陈旭员 苏州市民政府市长李亚平一步舞台中央 同时我们请出山东鲁能带战队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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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 恭喜山东路能获得了 延继币有2020中国足鞋杯的冠军奖杯 队史第六次足鞋杯捧杯 他们以一个完美的成绩 结束了不平凡的2020赛季 这个赛季球队经历了太多故事啊 最终结果是好的 要拿着奖杯合影 然后去和现场的球迷庆祝了 今年对于球迷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年 对队员还是挺着急跟球迷一起庆祝的 要先把之前的流程走完 真的没有球迷的足球什么也不是 还拿一些双双球员的一些 没看清是哪个号码 13号 刘军帅 赛季能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 他也是从在江苏族球游波销里 虽然赛季中期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时刻 但最终的这个结尾 收尾的时候是甜蜜的 幸福的 还要赛季 少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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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年